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其 愿解如来真十一 各位去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到三十二月 三十月 三十月哪里 三十月 三十月 三十月没有错吧 三号三十月 好 第三号 这边 第四号 我们上来 上到这里 好 那前面是讲到 归一处处求求之骗十方 那么究竟归一处三宝最极小 然后三宝是什么呢 法身会命是什么 有佛 正法以为生 敬畏以为命 好 那我们来看 佛为什么能圆满绝症 那我们先了解佛 佛是佛陀的简称 佛陀是后来统一的翻译 早期不一定翻佛陀 最早也有叫做不多 佛陀 佛陀 有很多种方法 最早秦草的时候 就开始有所谓的敬不多尺 不多 但是因是一样的 就是因意而已 然后有所谓佛陀 四十二章经的佛陀经 就是佛陀经 其实就是佛经 四十二章经以前就有佛陀经 这个是最早的 四十二章经还早 那个时候没有特别的一个名字 叫做佛出经 后来就佛陀 这个是后来就定称 就统一翻译就是佛陀 后来我们就简称叫做佛 然后它的意思 佛陀不大就是觉者 如果意义 这个是因意 觉者 那觉者的意思是觉悟的人 那佛这个名字 佛陀这个名字 不是释迦摩尼佛成佛以后才有 释迦摩尼佛成佛以前 就有佛陀这个名字 所以他才叫成佛 找成佛的方法 只是当时号称佛陀的其实也有很多 仙人佛陀 其实奇纳 圣地者其实很多 后来释迦摩尼佛成佛以后 他的身份壮大了以后 佛陀这个名字 才专门为佛教的释迦摩尼佛所用 其他的人就不成佛陀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他就是觉者的意思 就觉悟的人 那觉悟的人 其实就是觉悟真理的人 那当时就有很多号称觉悟的 当时已经有号称很多觉悟的人 包括佛陀的两个残庭的老师 阿罗罗迦兰 跟塔伯的摩罗子 都号称仙人 也是号称觉者 还有奇纳教的大雄 也号称觉者 后来是因为佛陀 佛教兴盛的 佛教势力大了之后 佛陀这个名字 才专门是为释迦摩尼佛所用 甚至他的弟子 也都是觉者 但都不称佛陀 就称阿罗汉而已 佛陀也是阿罗汉 但是这些阿罗汉 就不成为佛陀 因为尊称 其实是这样子 就觉悟真理的人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佛并不是因为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才叫做佛 金刚经就强调这一点 你不要以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就是佛 其实不是 佛的重点就是觉悟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那真理是什么 重点就是无我 也可以讲缘起 其实是这样 好 那这个我们先把 这个这里讲到佛为 但现在讲到佛为什么能够圆满的绝症 那这圆满就跟阿罗汉 或是跟出国俄国三国 那不太一样 他是圆满就近的人 圆满就近觉悟正路的人 正得真理的人 觉悟正得真理 因为佛有无漏的清净智慧 所以你有这个智慧 那么才能够觉悟到那个真理 那大圣佛法后来就是 以这个智慧就用所谓的般若 那般若 其实般若就是翻成智慧 那没有翻 他就是音译就是般若 那以这个般若 那么佛的这个圆满 那么波罗蜜圆满的这个般若 智慧最为清净 那智慧还有有肉跟无肉的 有肉就是 肉就是杂懒 就是杂有凡老的 懒就是凡老 杂懒 凡老有很多名词 就是依据他不同的功用 那这个有时候叫肉 有时候叫垢 也有叫戏 也有叫死 就有很多了 就有很多名词来形容这个烦恼 有时候叫结 就有很多种看烦恼的作用 什么戏 什么垢 什么肉 什么死 什么结 有时候叫毒 有时候叫贼 有时候叫肉 反正就很多种 那这里是只有肉 肉就是杂懒的意思 那个懒就是烦恼 那所以这里佛有无肉 就没有一切烦恼 杂懒的清净智慧 所以他这里只要是说 再解释这个正法以为生 静慧以为命 我一般讲的法生慧命 法生是指正法以为生 慧命是指静慧以为命 静慧就是无肉恢 无肉恢跟有肉恢不一样 无肉恢就正得延期的智慧 就是无肉恢 那就是你要只要能够见到延期 你有这个无肉恢 你就决定要解脱 正出火最多七次 第一个他不多三二道 第一个他不多三二道 第二个他最多七次人天桓坊 最多最少一次最多七次就一定会解脱 就不再轮回了 没有生死了 这个是无肉恢 那么所以智慧最清净 所绝证的正法也就最清净 所以称为最清净法界 法界就是法生 所以这里最清净法生 清净法生 毗如正那否 其实就是这样 那么正法是无枉而不在的 我们说法生 清净法生 圆满暴胜 千百亦化生 后来就讲三生 法生就是最清净 清净法生 那么正法是无枉而不在 迷了并不损减 绝症的也没增多 有净慧才能正觉清净的正法 就是你必须要有无肉恢 那无肉恢怎么来 无肉恢必须要有肉恢 然后配合戒跟定 必须用我们现在的恢 都是有肉恢 有肉恢有戒有定 然后有肉恢 那专注的情况下 那么思维 以有肉恢去思维这个真理 那么可以引发无肉恢 所以定 我们前面讲过 定最大的功用 引发神通 引发无肉恢 其实这样 那最重要的是 要引发无肉恢 神通还是实现的 神通里面有一个肉境通 肉境通才是真正的肉境 就是烦恼断尽 那么是佛教读修禅定 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无肉恢 你就是有五神通 你也可能剁散热道 即使有五神通 你还是会剁散热道 但是你有无肉恢 你就决定不剁散热道 你有五通 但是你道理不通 一样剁散热道 你没有五通 但是你道理通 有无肉恢 你不剁散热道 而且决定可以得解脱 所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有智慧有敬慧 这个清净的智慧就是无肉恢 才能正解清净的正法 所以佛以敬慧为命 称为慧命 我们刚才讲法生慧命 法生慧命 法生以慧命的统一就是佛 佛陀 现在举辟一说 佛的智慧如明月一样 月亮 十五个月亮 十四十五个月亮 敬慧的体正正法 智慧是能正的 正法是所正的 那么如明月的揽造秋月的晴空一样 如没有云翼月光皎洁 未蓝色的虚空 在月光中也分外清净 这是比喻 这是说清净觉照的佛字 彻底正觉正法 就是智慧 那么觉悟真理 那么正法也就近 清净显现于敬慧之中 经上说 这个是华印经 菩萨清凉月 由于必尽空 菩萨尚且如此 何况是佛 实际的菩萨基本上就相等于佛 那八地的菩萨就有无落会了 法身已会命到达彻底圆满 这是值得众生归心的 前面讲过 那么在这个世间上能够归一的 众生是归一的不外三种 鬼神 欲界天 犯天 色界天 大概就是三种而已 那鬼神是最多的 你看台湾也一样 其他地方也一样 那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基督教信仰 归一犯天 那东南亚或是东方这边 那么信鬼神就多 鬼神的天多 那印度的话 欲界天多 那信犯天的少 欲界天的多 那其他的基本上就是信鬼神就多 那基本上就是三个而已 那还有就是不信的 什么都不信的 无神论的 那如果从这样来看 这个所有的信仰里面 前面讲过了 信仰里面都不可靠 都不可靠 因为他本身就不就近 不圆满 所以这里讲到佛因为就近圆满 所以可靠 他本身亲近就近圆满 所以到达彻底圆满 这是值得众生归近的 就我们要归近三宝 归一 那么三宝 其实就是这样 礼是近礼 如礼拜问讯是生礼 赞叹功德是以礼 前信恭敬是义礼 神口义 那么这样的三宝礼禁 来表示我们对佛的归信 这个是礼佛两足尊 两足尊是赞叹佛的 有两种解说 所谓的两足 两足 这个足 第一个足就是脚 第二个足就是满足 圆满 不一样 第一个两足 两足 两足讲的 那个是人类 佛是人类中最尊圣者 所以名两足尊 这两足是指 这个足就是指脚 这有两种解释 那 是人类中最值得尊敬的 最圣的 所以讲天上天下无如佛 那么天人也是 也是跟人形一样的 十方世间一无名 那这个是两足尊 然后如今说正觉两足尊 身马是足胜 那第二个两足是福德以智慧的圆满 那么佛所谓的圆满 就近 就近就是他烦恼已经彻底断绝了 那么智慧清静就近 这里的圆满是福德跟智慧的圆满 所以修行基本上成佛就是福报跟智慧圆满 福德跟智慧圆满 那智慧 智慧有两个 一个就是自己断烦恼的能力 那么协助别人断烦恼的能力 那么这个就是智慧 波尔会断自己的烦恼 方便会协助众生断烦恼 知道怎么样帮助众生断烦恼 你能够断自己的烦恼 还不一定能够解决众生的烦恼 但是佛在这一方面是圆满的 那这个是有关于智慧的方面 那么智慧圆满 那福德也圆满 福报 福报只要在立他 就是能够度一切的众生 而且度最多数的众生 一切有缘的众生 那么佛陀的福报圆满 建立在度众生上面 那智慧圆满建立在断烦恼中的方面 断自己的烦恼跟断众生的烦恼 那么除了自己成就之外 那么也令很多众生都成就 那他可以度一切有缘的众生 因缘成熟的他可以让他得解脱 善根还没有成熟 善根成熟的可以让他解脱 善根不成熟的可以让他成熟 没有善根的让他种下善根 未来有得度的应用 其实这边就是佛的福报圆满 所以两足是福德与智慧的圆满 就是满足 这个足就是满足 叫做圆满 有大福德与大智慧 不但是佛 大菩萨等也都是如此 就是慈悲与智慧 重点就是两个 慈悲与智慧 叫做悲至双运 福慧双修 基本上是这样 但在福德与智慧圆满的圣者中 佛是最尊最神的 所以明两足尊 这也是在解释这个佛的一个特点 就是法身 费命 有智慧 断除烦恼 而且彻底就近 那么慈悲跟智慧圆满 福德跟智慧圆满 大慈悲 大智慧 然后修德福德跟智慧圆满 那么这个是佛 因为这样所以值得我们皈依 跟鬼神不一样 跟异界天不一样 跟色界天不一样 那么他们自己本身有个问题 他们不就近 他们还在轮回 他们不彻底 那么所以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佛 为什么不皈依耶稣 不皈依阿拉 不皈依妈祖 不皈依季 不皈依什么 我们要皈依佛 主要就是这样 那现在包括所有的人说 我皈依谁 皈依谁 不是皈依谁 大家都皈依三宝 都是皈依佛法身 这个要清楚 很多人说我皈依 我是皈依心理大师的 我是皈依正言法师的 我是皈依谁的 不是 你的皈依 他不过就是 他不过就是给你举行的事 让你皈依三宝 三宝是佛法身 身不是个人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观念很多人错误 身不是个人 身是身前 就是佛教这个团体 身是指身前 你可以说他是你的皈依师 但是你是皈依三宝的 你不是皈依那个人 你不是说我皈依如正法师 如正法师 你不是皈依我 我是跟你皈依 举行一事 让你皈依佛法身 你不是皈依我 我只是身里面的一个 身是身前 我们讲过 这个是简称 身是身前 那身前后面会讲 身前那就是何何种 那整个佛教 整个佛教 整个佛教 都在身前里面 那么主要是贤圣圣 就是圣地子 但是整个佛教 只要是在佛教里面 你就是依着佛陀的教法 这个身团 依着佛教的身团 因为当时有很多 这个是何何种 何何种 后面会讲到 我们再来讲 何何种是礼合跟释合 何何所以亲近 所以安乐 那你归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团体 当时有很多沙门团体 这个是团体 这个是众 众是团体的意思 那当时有很多沙门集 沙门团体 是沙门集团 有很多沙门团体 那我们归 我们跟着佛教这个团体走 跟着佛陀的方法 所说的法 修行 跟着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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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他的方法 那么加入这个团体 那么依着这个团体 来修行 这个叫皈依三宝 你不是皈依某某某某人 不是 如果我跟你受山皈依 发给你的皈依证 我跟你证明 你已经皈依三宝 你是皈依三宝 不是皈依我 所以你不是我的弟子 你是佛陀的弟子 你跟我一样都是佛陀的弟子 但是我跟你皈依 我是你的皈依师 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要弄先 后面会讲到神 我们等下 我们再来详细讲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佛 我们皈依佛 大家都是佛弟子 只是这个佛弟子里面有分 比丘 比丘尼 又不受又波尼 是苍膜那尼 又不受又波尼 只是这样而已 大家都是佛弟子 三宝佛无量 十方佛义尔 今天讲到佛而已 佛法生 三宝佛无量 十方佛义尔 悲愿来着事 礼佛释迦文 那么佛是大觉圣者的通称 我们说过 其实就是佛陀 那么大觉圣者 那么是形容的 就是觉悟的人 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圣 这个圣 要看放在哪里讲 佛教的圣 圣贤 跟奴家的圣贤 跟基督教的圣贤 是不一样的 佛教的圣 它有一个标准 那么你证悟了真理 你就是圣者 不是谁封你的 佛有受祭 但是受祭只是告诉你 你已经证得真理了 你证得真理之后 你不久不久 多久 当成佛或怎样怎样 它并不是佛封给你的 那农家的圣贤就不是这样 农家的圣贤是从后面的人 往前面的人封 孔子认为尧舜与湯文武 这些是圣 孔子自己不称为圣 人家问他 武何敢言圣 自己不称为圣 后来佛 孔子的弟子就封孔子为圣 孔子言回都是圣 孟子都是圣 孔孟言回到言回而已 言回之后就贤人了 没有圣贤 朱熹 王良明这些都变成贤人了 孔子的弟子都是贤人 七十二贤人 那这个是奴家的 道家的当然是老子是圣人 那也是后面的人封的 那基督教 天主教 天主教封圣 比如说德雷撒封圣 是后面的人根据他的贡献 当然他有条件 比如说他要神基 就是说虾子 然后他摸到眼睛可以看得到 茄子不能走 他摸到脚可以走 而且要有两件以上 他真的要有贡献 对这个众生 对基督教有贡献 对听主教有贡献 那么大家开会决定 这些还没被封为圣人的大主教 决定封他为圣人 那大部分是这个听主教的教宗 一般在他死后都会被封为 追封为圣人 一般是这样 那佛教不是 佛教的圣人不是后面的人封前面的人 不是的 你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 你见了缘情 你就是圣者 我们六凡是圣 十法界有六凡是圣 僧闻圆解 菩萨佛 那菩萨要正无身法人才是圣者 没有正无身法人以前是凡夫 僧闻正出国以前 见缘情或得失不坏性 法眼镜或是得失不坏性 他才是圣者 圣者以前有所谓的贤畏 那都是凡夫 你有无肉会见的真理 你才开始叫做入流 入圣流 所以出国叫做入流 叫做入圣流 你才进入圣者之流 才进入圣人这一类 圣者的流类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佛教的圣贤 跟基督教跟奴家 跟世间的不太一样 那这里有些人认为 东方有圣人 西方有圣人 此心统 此与统 不同 强的道理不同 南北朝有一个黑衣宰相 叫慧林的 他甚至说 他甚至说 这个孔子是圣人 孔子他写了一本 叫做君圣论 君圣论 这个是白黑论 他说孔子也是圣人 跟佛陀一样的是圣人 可是孔子 孔子没有讲无我 也没有讲轮违 他根据这个来说什么 他那个还是出角种 他根据这个来说 因为孔子也是圣人 佛也是圣人 可是孔子并没有讲夜报轮违 这种事 没有讲因果轮违这种事 孔子是圣人 东方有圣人 西方有圣人 此心同 此理同 如果真的有夜报轮违 孔子会不知道吗 知道了会不讲吗 所以在文理在孔子的学书里面 都没有看到夜报轮违的思想 所以夜报轮违是不可信的 你看 讲这种 他的前提就是先建立在孔子也是圣人 那我们当然孔子是圣人 是中国给他讲的 事先来讲他是圣人 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他不是圣人 他是伟大 他可以讲菩萨 但是从他的理论来讲 没有办法判定他是圣人 甚至老子 老子因为他的著作比较少 只有一个道德经 道德经很难判断 他里面有讲到无伪 但不是跟佛教无伪不太一样 但是道德经的道理更高一点点 所以也有人怀疑 老子是不是辟之狗 辟之狗就是他成就 但是他没有红法 成就效很少之一 没有深短 也没有红法 辟之狗的个性就是这样 老子也有这种个性 也有人怀疑 但是也很难从道德经就可以证明 这个老子是辟之狗 所以我们不是从这个人的贡献 而是从这个人的智慧 来判定他是不是有成就 是不是圣者 不是因为他救了多少人 不是因为他感动了多少人 不是因为他创立了多少理论 只是因为他所说的 合不合乎佛说的真理 圆起无我 这个道理而已 如果你符合这个道理 那么你就是圣者 要来先检验 所以是不是圣者 以你有没有见证 圆起无我 那么来决定 不是后面的人决定 不是你的弟子决定 不是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所以佛教的圣贤 跟天主教的 跟其他宗教的 跟世间的 跟奴家的 都不一样 这个我们要知道 好 所以谁能 所以他这里讲 谁能圆满绝证的正法 你只要能够绝证正法 你就是圣者 那你绝证正法的能力 你的智慧圆满 究竟彻底 你就是佛 因为一切玄圣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就是你绝证这个真理 无违法 不生不灭法 那么你绝证这个真理的层次 来分你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来分你八地 九地 十地等觉 佛 智慧不一样 有没有究竟 究竟的就是佛 圆满的就是佛 还没究竟 还要再修的 那个叫有学 所以圣者也分有学无学 就是圆满不圆满 那佛就更圆满了 只是这样而已 我们这个观念要必须要有 你看 六凡四圣 四种圣者 那我们先来讲 阿罗安生文的四种 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四果是断烦恼就禁 断烦恼就禁 断烦恼就禁 但是从大圣来看 他断烦恼就禁 但是习气 这种危气的烦恼 没有断就禁 所以他也没有就禁 他生死是禁 他生死是禁 从大圣的角度看 生死是禁 但是烦恼没有禁 所以这个初果 这个是有学 还要断烦恼 这个是无学 但是从佛的角度来看 他把烦恼断尽了 但是他习气没有断尽 所以他不圆满 那佛是就禁圆满 他烦恼是禁 但是不圆满 还有习气 那佛是就禁圆满 那八地 九地 十地的菩萨 如果是初果 相当于 如果是无身法人 那剑法相当于八地 那八地还要再修 断行去九地 十地 到等绝 那把烦恼断尽就成佛 救尽圆满就成佛 那菩萨 菩萨八地 九地 十地 八地 九地 十地等绝 然后就再成佛 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来分 这个来分 他的一个层次 不太一样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谁能圆满 绝证的正法 谁就是佛 所以发心学佛的人多 成佛的人也多 他说成佛的多 是从十方世界 那么无量解来说的 那其实学佛的人很多 成佛的不多 发佛音的人很多 不退转的也不多 那么从时间来想 过去 现在 未来 有三次出现的佛 是无量的 现在是释迦摩尼佛 向上推 过去是加色佛 居纳摩尼佛 施济佛 施济佛 匹婆施佛 那么未来是弥勒佛 乃是柔治佛 好 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个概念 这里讲到的现在 过去 未来 那么跟一般我们说的 现在节 未来节 那么过去节 过去新旧节 现在贤节 未来新旧节 过去庄严节 过去是庄严节 一般是这么说 那这种书法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有所谓的 过人就拜三千佛 你就拜万佛 那这个三千佛明经 这个变成是惯例 过年大家都拜三千佛 这个三千佛明经到底怎么来的 你说过去有多少佛决定了 那可以 现在节有多少你要成佛 那也可以 为什么 成佛多少房子要盖 那有一定的时间 你要积多少钱才能成佛 也还说得过去 你说未来一千佛都决定了 那这样有点奇怪 老实讲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先讲一般的说法 就是一大节是这么说 一大节有沉住坏空 上次有说过 沉住坏空 这个四个中节 这个是中节 四个中节 沉住坏空 他算中节 那么一个中节里面 沉是没有人的 刚沉的时候世界是没有人的 坏的时候也没有人 空的时候也没有人 所以只有注节有人 所以只有注节有人 那么这个注节 每一节都有二十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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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大节就八 四个中节八十个小节 那这里有二十个小节 那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个小节 那么第一 第一到第八节 现在是从这个注节 有二十个小节 现在是从这个注节 第一到八节是没有佛的 没有佛 无佛 没有佛 这个是我们是说现在节 现在显节 然后过去又不一样 这个是一大节 明明是天节 一大节 现在是从现在显节来讲 现在显节来讲 显节来讲 那这里讲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什么佛 那个是过去庄严解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一般是导师这里是 就所谓的过去七佛 最后三尊 然后现在的四尊加起来七尊 这个是南北传都有共同的传说 那么讲到千佛 这个南传就没有跟你讲 他只承认七佛而已 那十方佛这个概念大胜才有说 小胜不讲有十方佛 现在没有佛 大胜现在有佛 东方有幼师佛 阿处佛 西方有阿弥陀佛 上方有相亲佛 现在都在 那这个南传就不这么说 现在没有佛 要等待未来迷恶佛才有 现在没有 十方世界没有佛 他们不承认的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这个一到八节是没有佛的 第九节 第九节有四尊佛 应该我们要使用 第九节有四尊佛 一到八节都没有佛 第九节有四尊佛 第九节有四尊佛 那么居留孙佛 就是现在居留孙佛 六万岁的时候 人寿六万岁 但是我们要讲到一小节 一小节 这个叫做一小节 二十个小节 这个一小节 一小节 一小节 如果换算 一小节是怎么算 人寿八万四千岁 那么减钱减到十岁 再从人寿十岁 加加加到八万四千岁 那么这样一增一减 应该是先减 就是十岁 十岁 一百人加一岁 加加到八万四千岁 一百年加一岁 一百年后变成十一岁 再一百年后变成十二岁 再一百年后变成十三岁 一千年后 一千年后就变成加个十岁 就变成二十岁 就这样一直加加到八万四千岁 再从八万四千岁 减减减减到十岁 这样一增一减 叫做一增一减 叫增减减 这样一截叫做一小节 那这样是多少 有人给他算过 但是这个年到底怎么算 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年就不知道 这样大概一千六百八万 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就是一小节有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那一个终结有二十个小节 所以再乘以二十 就一小节 那一个终结有二十个小节 所以一个终结是多少 乘以二十 就等于多少 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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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亿三千六百万 等于三亿三千六百万 三亿三千六百万 三亿三千六百万 六百万 那么一大节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但到底时间怎么个换算 就不是很清楚 那么一大节就四个终结 一大节有四个终结 一终结有二十个小节 一小节有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一个增减结 那所以就变成 你再乘以四嘛 乘以四就十三亿 十三亿 四千四百万 四千四百万 这是一般性的说法 那现在是一到八节都没有佛 他在六万岁的时候 就是十岁十岁叫做六万岁 那么六万岁的时候 有一尊佛出生 这一尊佛叫做居留孙佛 现在讲十方三世佛 就是佛教的一个概念 居留孙佛 那么六万岁 在这个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减一岁 减一岁减一岁 减到四万岁的时候 要过几千万年 那么减到四万岁的时候 有一尊佛叫居纳行摩尼佛 这个是减结的时候 居纳行摩尼佛 摩尼就是贤人的意思 世佛摩尼也是摩尼 那么从四万岁再减 一百年减一岁 一百年过后 变成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岁 再过一百年 三万九千九百九十八岁 就减到两万岁的时候 为什么越来越少呢 因为人越来越不休息 就越来越少 减到两万岁的时候 有一尊佛叫做加瑟佛 然后从两万岁开始减减减减减减减到一百岁的时候 你看所有的佛都是万岁起跳 所有的佛都是万岁起跳 那过去佛也是这样 等下我们再来写 那一百岁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还没有足一百岁 才八十岁 释迦摩尼 就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现在节 那这个是第九节 前面八节都没有 在一节里面有世尊佛 可是你也要过好多年 那么从一百岁 减减减到十岁 那到十岁再加 再加到八万四千岁 就已经过第十节了 他一针一减 他是一针先十岁 增到八万四千岁 用八万四千岁 减到十岁 减到十岁 这个节一小节就过了 在下一节又从十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就加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第十节加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有一尊佛 那就是弥勒佛 有的说八万岁 有的说八万四千岁 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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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说八万岁 有的说八万四千岁 不肯明 就给它写八万四千岁的时候 那么弥勒佛 他的寿命最高了 因為他修慈心 人者受 文家也講人者受 慈心大的人 寿命長 彌勒佛 所以他是彌勒阿裕都慈心無人勝 從初發心就不實後 這個也厲害 這樣 彌勒佛八幡之間 然後第十節就這一尊佛 第九節算是最多的 然後到第十節就一尊 然後十一到十四沒有佛 十一到十四沒有佛 十一到十四 沒有佛 也無佛 十一到十四無佛 第十五節有九百九十四尊佛 第十五節 第十五節有很多佛 同時出師 十六到十節又沒有佛 沒有佛 無佛 那這裡就很多春佛 都同時在這一節 那這個佛也有可能就是解脫的 那這裡講就是九百九十四尊 同時出師 那到二十節一尊叫做柔治佛 那導師最理講到乃至於柔治佛 那我們看他課本裡面 他是寫 這一個 這一個過去是迦瑟佛 向上推現在是釋迦摩尼佛 向上推過去是迦瑟佛 那麼 居那阿摩尼佛 然後他這個是還有施器佛 前面是居留孫佛 還有居留孫佛 那麼施器佛 彼佛施佛 彼佛施佛是 不是 彼佛施佛是在這裡 彼佛施佛是過去莊延簡 那導師這裡 他就是講到這裡 然後就一直往前推 那我們看過去 這個是現在的喔 賢簡 那過去莊延簡 過去是莊延簡 莊延簡一樣陳述壞空 但是 這個要看三千佛明記 但是這個 準不準不知道 他們就是一直到最後的時候 八萬四千歲的時候 八萬四千歲的時候 就九十一節啦 一般來講九十一節的時候 經典是這樣說的 過去莊延簡 就是過去 因為導師是講到 佳瑟施佛 居納阿阿摩尼佛 然後就跳到過去了 過去有三尊佛 我們這樣寫好了 過去有三尊佛 過去的三尊佛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過去的三尊 八萬四千歲 八萬四千歲 九十一節的時候 過去九十一節的時候 八萬四千歲 八萬一樣 他也是跟祕樂佛一樣 八萬四千歲 那麼有一尊佛 叫做匹伯斯佛 比伯斯有時候叫唯衛佛 比伯斯佛 比伯斯佛 那麼導師是放在我看看 就是 比伯斯佛放在最後 就最後面這邊 過去佛的最後三尊 九十一節的時候 那在三十一節的時候 兩尊佛 有兩尊佛 三十一節的時候 有兩尊佛 一個施契佛 一個是施契佛佛 施契佛七萬歲 施契佛佛六萬歲 七萬六萬 這個是八萬 就是在過去九十一節 過去三十一節的時候 那之前 一般就講到這七尊 一般就講到這七尊 就是現在這裡四尊 然後這裡三尊 這個叫做過去七佛 那現在沒有佛 那未來就彌勒佛 就這樣 這個是南傳的說的 那北傳的就不一樣 十方佛這可多了 你看阿彌陀基 那個十方佛那可多了 那一般 這是一般的說法 那導致這一種 導致這裡是結合 就結合 那麼依照一般的說法 過去七佛 那麼所謂的過去 還要分 是現在結的這個過去 那有些是過去結 過去結 過去就是中年結 現在就叫做閑結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未來是星宿結 就不同的結 一結一結 一結一結 那一結是什麼 一大結就是沉住外空 什麼沉住外空 地球啊 這個星球沉住外空 這個地球毀滅之後 另外再慢慢慢慢形成一個球 一個地球 一個生命 那生命在講到你再繼續 那個又一個結開始 是這樣子 好 那這是佛法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往底下看 所以他導致這裡講 迦瑟佛 居那含摩尼佛 施氣佛 匹佛施佛 那如果完整來說 完整來說 匹佛施佛 施氣佛 那麼一個聘捨佛佛 那麼還有 居那含摩尼佛 居留孫佛 就是沒有完整寫 但是我們完整來看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未來是指現在結的未來 人數八萬四千歲的時候 並不是未來結 沒有 那麼柔治佛是現在這一結 現在這一結的最後一句佛 那中間到底有什麼佛 其實原來是不知道的 後來不知道是誰就 所以編了一本所謂的三千佛明經 就梅尊佛都給他寫清楚寫出來了 甚至後來還有萬佛明經 迎溫尊佛都寫出來了 我不曉得他到底是怎麼把這些名字找出來的 這個很明顯是後來的人編的 但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現在很多人拜千佛拜萬佛 那千佛你很明顯的它就是什麼 每一尊佛的名字是表彰他的德性 那你拜了一尊佛 你就是要學起他這種德性 萬佛其實就講說每一尊佛都具有萬德專業 其實是這樣 無垢佛 要沒有煩惱 永本精進佛 那麼這個虛弥山佛 這個功德像虛弥山那麼多 很類似像這樣 它基本上就是表彰你的德性 然後勸你精進 這些都是好的 只要講到有煩惱的 垢 煩惱 離煩惱佛 無稱佛 無怒佛 無怨害佛 只要講到有不好的一定是禮 斷 就斷一切惡 那這個後面可能是煩惱 就斷煩惱佛 離煩惱 無垢佛 離煩惱 一定像這樣的 那講到好的一定是有的 或是你的這個沾潭香 沾潭香佛 你持戒像沾潭一樣 那你怎樣講就一定像這樣 講到好的 不好的 就修一切斷一切惡 那一定像這樣 或是度一切眾生 不離開這個 所有的佛名都不離開這個 那每一尊佛都有它的特點 我們後面會講 再來看 那導師這裡是引了幾個 那麼我們完整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釋迦牟尼佛 往上推是架瑟佛 居納牟尼佛 居納牟尼佛前面有居留孫佛 導師沒有說到 在前面是施氣佛 施氣佛 匹伯私佛 還有一個居舍佛 就是匹伯私佛 後面是施氣佛 匹伯私佛 後面是施氣佛 居舍佛佛 匹伯私佛是最後面的 後面是匹伯私佛 最後面的 然後到六萬歲的時候 三十一節 就過去九十一節 過去三十一節 匹伯私 施氣 居舍佛 就是這樣 未來是弥勒佛 一直到最後一節是柔智佛 那如果是未來是也有千佛 但我不曉得這個所謂的三千佛名 這種到底是怎麼來的 但這一般來講 這個大概就是有這樣一說法 最普遍的說法就是七佛 然後再加上弥勒佛 柔智佛 這樣大概是有的 過去佛無量無數 未來佛也是這樣 未來佛也是這樣 如從空間上來說 東南西北 東南西南 東北西南 這個叫四方四明 然後再包括上下 十方四界 所以我們常常講十方三四明 十方四界的佛也是這樣 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這個阿彌陀佛 東方有阿修佛什麼佛 西方有無量壽佛 無量光佛 現在這樣什麼佛 非常的多 東南西北都非常多 那俊佛羅斯翻譯的還少一點 玄奘大夫哥翻譯的又比較多一點點 那麼也是這樣 十方的世界無量 佛也無量 如東方現有不動佛 這不動佛就是阿促佛 在印度 東方是以阿促佛為代表的 阿促佛表智慧 那阿彌陀佛表信 表基本上就是信行人跟法行人 那後來到了現在 就是清朝以後 東方我們現在是幼師佛 那西方一樣是阿彌陀佛 那表法就不一樣了 東方就表現世的信徒 西方表未來的信徒 那印度的阿促佛跟阿彌陀佛 東方是表以智為主 西方是表以信為主 這時候就是法行人跟信行人 那是不一樣的 那現在的東西方信徒 跟追求現世的利益跟追求來世的利益 不太一樣了 那麼幼師佛 就是東方 西方有阿彌陀佛 學佛的歸一三寶 因歸盡三次十方的一切佛 所以我們歸一佛 主要是釋迦牟尼佛 但不是只有釋迦牟尼佛 跟歸一身一樣 主要是佛教這個身法 不是某某某一身法 但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主 所以叫做本師 所以我們每次上課之前 都要藍牟本師釋迦牟尼佛 歸一本師 我們這可以學佛 主要是釋迦牟尼佛 告訴我們的 然從這個世界的我們來說 有一位是我們應該特別歸近的 那個就是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在菩薩因地中 本著救苦救難的大悲心 人苦忍難的大願力 不願往生淨土 花願在淨土修行成佛 那麼當時也沒有 釋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時候 也沒有往生淨土之類的事 他並沒有人跟他講有一個淨土可以往生 當時並沒有 但是他基本上 如果從大聖佛法的角度來看 包括彌勒佛再來人間成佛 彌勒佛再來人間成佛的那個時候是人間淨土 釋迦牟尼佛來成佛的時候 是才人受十萬歲 十歲的 一百歲的時候 你看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幾乎都是淨土 人受六萬歲 四萬歲 兩萬歲 然後最起碼的都是你看 六萬 四萬 兩萬 最少的加塞佛兩萬歲 後面的過去莊淵佛 八萬歲 七萬歲 六萬歲 釋迦佛也未免太少了 就一百歲 還不到一百歲 八十歲 所以壽命越短出表示 那個世界越混亂 動不動就山災 天災人禍 非常的多 所以壽命不長 人受不長 那這個是五卓二詩 所以他說釋迦佛 所以釋迦佛在古卓士有一個特點 尼樂佛的特點就是慈心 阿促佛的特點是智慧 釋迦佛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忍入 還有精進 這兩個是他的特點 因為你在這個世界 你不忍入就很難 堪忍 堪忍世界的特點就是你學會忍入 而且要精進 釋迦佛是以精進為名的 那彌勒佛不是慈心 他的世界是淨土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的世界是人間淨土 那釋迦佛是在五卓二詩成佛的 那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因為會土眾生太苦了 需要救濟太迫切了 越苦的地方越需要 那你說他怎麼不到十歲的時候來 十歲那個時候就更難了 就更難了 更不容易了 那麼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偉大精神 這個是地上菩薩的 這個五卓二詩有一點點這樣子 就是好像仿無地獄一樣 那事情還沒那麼慘 那麼由釋迦佛完滿的實踐出來 那麼他來這個五卓二詩的持途成佛 便是為了救護我們 不遺棄我們這些苦惱眾生 我們先下課 要休息師父 先下課